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十鸟城开始崩塌 麒麟他们也顺利逃离 但麻烦的是,撒旦想用之前那招大爆炸干掉古洛斯 毕竟古洛斯对撒旦来说已经无利用价值 来到次郎内心世界 他们来到一片镜子前 但奇怪的是镜子只反映出次郎的样子 路比仔细看里面的是撒旦 这是次郎与撒旦的分隔线 现在就要想办法让次郎过去就行了 路比让次郎用力推镜子 次郎顺利进入 可这时路比却松手 他说自己被撒旦吸收了灵魂 所以他是出不去了 他会在次郎心里一直守护着次郎 撒旦与古洛斯碰撞后 古洛斯却没有杀了撒旦 原因就是次郎已经取回身体 突然次郎和古洛斯被弹开 次郎想拯救坠落的路比 却吸引到索罗门之时进入自己右手 古洛斯救下路比的身体交给政府处理 之后安娜安葬马鲁斯 雅美也把属于安娜的东西交换 但在这之前 他想让安娜看看马鲁斯最后一页的内容 那是个漂亮的婚纱 马鲁斯始终没有忘记安娜的约定 之后他们就资格展开自己的旅程 时间就这样过了四年 波鲁和麒麟他们没有放弃寻找次郎 但每次都会遇到一些折罗姆的走狗 只见波鲁稳如老狗的走出飞机 对方是两个生物形态的OP 能将咬到的东西变成铁锈 波鲁一脸不屑拿出自己改装后的OP 之前的大瓷球已经分成四颗小瓷球 波鲁突袭成功干掉一个 另一个人认真起来把波鲁从飞机上击落 敌人想去寻找波鲁尸体时 发现他竟然掉在飞机底部 敌人见波鲁的瓷球全部在脚底 他认为波鲁不能再使用一开始的招式而冲向波鲁 波鲁华丽的滑行后 一个转身 利用脱离脚上的一颗瓷球来发射 轻易地把敌人击倒 但他们的飞机却受到身后政府飞机的突袭 这时一个美男子利用一招轻松解决敌军 其招式看起来是古洛斯的 可是他的样子有点凉 还学人家留起长发 古洛斯的同行让波鲁他们也遭到政府的逮捕 另一边 总统费劲很多人力都无法捕获古洛斯 但古洛斯的力量是必须的 毕竟只有他可以凌驾撒旦 总统想同时操控天使与恶魔 只有得到正反卡巴拉才是总统要的未来 但三岛却质疑 对普通人来说有什么未来 而另一边的哲罗姆总统与巴库说起 他们哲罗姆的目的是要推翻政府而成立的 但过度强大的力量将会逐渐脱离掌控 所以他想得到预知未来的能力 这关系到尼卡巴拉其中一位恶魔 总算已经知道全部恶魔碎片的位置 但他没有告诉四大天王 怕他们得到力量后会造反 所以才找巴库 波鲁他们飞机需要维修 只好停在附近的火山地带 波鲁和古洛斯被命令去寻找食物 波鲁和扎扎王在途中找到个被捕捉的少女 少女头上还有奇怪的印记 他们是这星球的原住民塞库洛普斯人 还有传说中的OP就在他们手里 哲罗姆飞了大功夫才找到他们的巢穴 少女死都不肯说出自己的村落 敌人也只好干掉少女 这时一个神秘人出现 一套行云流水的动作把敌人击飞 此时少女却将那个人为次郎大人 少女叫梅 但是次郎却记不起波鲁 但他却记得麒麟和扎扎王 原来是波鲁这路人家的脸很容易就忘记了 这个地方有很多哲罗姆的手下 他们回到村落才慢慢聊 当时次郎漂浮在海上 是他的师父林拯救他 传说中的OP就在这村落 哲罗姆找到这里也是时间问题 次郎想报答村落的救命之恩 所以他想留在这里保护他们 波鲁却骂他 难道就不管路比的死活吗 现在的路比陷入沉睡 就只有次郎可以唤醒他 梅大声呼喊着不想他的次郎大人离开自己 这时村子的长老出面倒破僵局 他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 他要美也听听这星球最古老的记忆 塞库洛普斯人是这个星球最古老的居民 有一天 名为地球人的外星人乘着方舟从蓝色星球来到这里 他们利用名为卡巴拉的兵器把蓝色星球的人歼灭 释放完力量的兵器最终瓦解成碎片 那些碎片经过人工加工后就是现在的OP 而侵略这星球的地球人就成为这星球的新人类 而卡巴拉是种像病毒般的东西 经过一定周期后就会形成固定形体 然后就会有可以使用卡巴拉的人出现 另外塞库洛普斯人的额头上有另一只眼睛 但到现在都没有人开过眼 传闻使用额头上的眼睛可以得到超乎常人的力量 长老说使用传说OP的男人 正是地球人与塞库洛普斯人生下的孩子 那个遗迹中的壁画就是继承塞库洛普斯人的眼睛 听到这梅开心的说起自己就可以跟次郎结婚 长老还是不同意 但他的弟弟英也是地球人啊 但他们生出的孩子一个是额头开着眼 第一个则是能力者 他们两个注定走向不同道路 梅最后妈妈咧咧的离开了 长老看自己已经无法守护传说中的OP 他决定交给次郎保管 突然外面闯入的哲罗姆把梅抓住 并令他们交出传说OP来交换人质 次郎与波鲁各自负责一个 波鲁一出就把敌人打飞 另一个则利用梅来威胁次郎 波鲁和左手在墙上战斗 波鲁冲向对方使用磁力最大排斥 身体摆出剪刀的姿势 把敌人从OP中打了出来轻松取身 次郎取出新灵士 但这灵士没有刀刃 看起来弱了不少 次郎释放精神力后 波鲁只看到小小的刀刃 但在哲罗姆眼里却是个恐怖巨大的OP 次郎直接丢出 难道他想连同梅一起斩杀 刀刃瞬间把哲罗姆砍办 但梅就完毫无伤 因为性灵士会反映出 看到他的人的真物 形成符合其内心的刀刃 纯正无邪的梅自然看不见刀刃 次郎让敌人跑回去告知哲罗姆 他会带着传说OP离开村落 这样村里的人就安全了 次郎也不想让梅卷入危险中 他与波鲁就这样离开了 哲罗姆很快就收到消息 但总算也不敢贸然行动 毕竟对方的实力也增强了许多 次郎带着传说OP上飞船 麒麟他们说或许杰克知道这东西 杰克就是路比的爸爸 他们才理解到 为什么杰克为了找着东西而丢下路比 突然梅出现抢走传说OP 他不想与次郎分开 次郎骂他忘记了之前哥哥的遭遇吗 梅说他以为可以随时看到哥哥 可是哥哥却消失了 现在不管发生什么事 他都想陪着次郎 麒麟也知道 塞库洛普斯人和他头上的印记 次郎说扎扎丸一点都没有变 但这是他的孩子球球丸 而且他非常喜欢波鲁 突然一个哲罗姆的纸牌小丑出现 他是来抢夺传说OP的 波鲁直接攻击却没有击中小丑 原来是小丑的能力 可以变得像纸一样薄 一个身影出现击倒小丑 这才是扎扎丸 此时扎扎丸已经变得非常帅气 感觉已经没有零的戏份了 小丑最终变成纸飞机逃走 睡午觉的古洛斯醒来 他告知路比的身体在史提亚政府 总部下沉睡着 只有次郎可以拯救他 但现在的路比压制住撒旦 只要路比回到身体瞬间 次郎就会失控被撒旦占据身体 到时古洛斯就会亲手解决他 他们在前往政府总部前 先要补充物资 那地方就是次郎曾经征服过的地方 烟囱城 首领很开心看见大恩人次郎 他们补充完后就要杀进政府总部 另外政府里面的三岛也拿出自己的完成品 右边是赛克 是他透过两个种族混血制造而成的 强化能力者 左边的则是6号的米勒家的原版天使 想知道接下来没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